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击这个按钮 或者在选中的文字上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 Rewrite 被选中的文字就会被人工智能进行重写 而且同时生成三段不同的内容 这里可以更改文本长度 语气 以及格式 点击这个按钮就会再次生成 这里是微软赠送的积分 再来看另外一个演示 使用画图 打开一张图片 举行框选需要移除的内容 点击这个按钮 现在图片中的牛羊已经不见了 在图片中 任意框选一个矩形 点击这个按钮 生成式填充 就会添加一些图片中的元素 点击这个按钮 还可以刷新 要使用这些功能 首先还是要将 Windows 11 更新到最新版 打开 Windows 11 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再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再加入 Windows Insider 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 Windows 更新之后 点击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面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 Microsoft 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锦线 Microsoft 应用 点击锦线 Microsoft 应用 选择 Canary 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将窗口关闭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 加 F4 关闭当前窗口 然后重新打开设置 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 Canary 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点击继续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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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立即重启 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 Windows 11 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 Windows 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如果没有检测到任何更新 点击 Windows 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右上角的打开 Windows 更新按钮 再次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现在 Windows 11 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 C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杀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 Windows 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 盘的大量空间会被占用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以前的系统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完成删除垃圾文件的操作 打开记事本 检查版本号 此时您的记事本版本号 应该是这个或者更新 输入一串文字 输入一串文字 选中文字并点击鼠标右键 此时并没有看到新增加的 AI 功能 这是因为 AI 功能默认是隐藏状态 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下载激活工具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将激活工具进行设计 进入到Vivo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次打开记事本 此时这个位置会新增加一个AI功能的按钮 还有一些和AI功能相关的选项 选中文字并在文字上点击鼠标右键 点击Rewrite 登录自己的微软账号 现在记事本的AI功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个位置会显示微软赠送的积分 这三个选项可以更改文本长度 语气 格式 点击这个按钮 则可以重新生成新的更改 这里可以查看所有生成的新的内容 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可以上传问题反馈 接下来看一下新版画图 依然是先确认版本号 请保证版本号是这个或更高 再线下载一张图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画图 打开这张图片 在需要移除的位置画出一个矩形 比如在这张图上下方的牛羊 点击这个按钮 现在牛羊已经不见了 而且毫无修改痕迹 这个按钮可以删除图片的背景 要激活人工智能填充功能 依然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进入到VivaTool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 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再次打开画图 使用矩形框选需要填充的位置 这里为什么没有填充按钮呢 这是因为该功能目前只支持Copilot家电脑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留下一键三连 感谢您的观看